每天洗這個嘛 一週女生就是會有一到兩次的那種 比較大清潔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個磨砂膏 我會偷偷拿它來洗 對 就很香啦 很軟耶 看一下兩邊 哎呦 左手那個感覺更嫩耶 對啊 就會有一種 柔嫩透亮的感覺 對 這也很好 真的耶 對 超嫩 真的沙很濃 我覺得香氣真的可以是 兩人中間蠻重要的一個情緒 味道很重要 對 它很在意就是香味 像我每次可能洗完澡洗香香的時候 就哎 兩個人感情就會特別好 所以我今天小發寶就是這個 紫萃香噴沐浴露 還有這個磨砂膏 這很香 對 這很香 像我平常呢就是會用那個沐浴球 然後把它沾濕之後就像這樣擠個兩下 就可以看到它是很透明的質地 然後是這種很純淨的感覺 我把它先搓一些泡泡在手上給大家看 對 它的泡泡是很綿密 很細緻的 對 它的泡泡很綿密 因為像其實平常我們在外面如果有髒污啊 然後如果你回家的時候毛孔沒有清乾淨堵塞 就會容易暗沉 暗沉以外也會比較容易粗糙 對 然後就是大橡皮 另一半摸起來就會不想靠近你 而且可以聞聞看它的味道很香 對 聞聞看 長文 長文 它的味道 它是這種 是花香嗎 它很香耶 對 它是小蒼蘭 但是它很特別的是它是有前中後調 是有層次感的香味 像剛剛一聞到的時候會覺得是 柑橘還有茶樹精油的味道 我有時候會偷偷拿它來吃 對 就很香啦 然後柑橘跟茶樹就會比較容易 會放鬆 就放鬆你的情緒 然後它中間呢 就是會有小蒼蘭的味道 小蒼蘭就是可能大家知道那個專櫃品牌很有名的味道 很像自身在歐洲花園 像它最後還會有淡淡的色香味 就我自己很喜歡色香味 因為比較中性 對 有完 看一下兩邊 哎唷 左手那個感覺更嫩 對啊 就會有種 柔嫩透亮的感覺 但其實柑橘跟茶樹 是對皮膚清潔是真的有幫助的 對 然後重點是它裡面加了一個 杏桃和人油 它是對皮膚是好的 感覺很好是不是 對 是好的 因為其實通常柑橘跟茶樹的東西 用了會比較乾澀 對 所以它加了一個讓皮膚會比較滋潤的東西 欸它摸起來很柔嫩 就是因為裡面有 百分之百添加植物來源的精華油 但是裡面還有美容保養成分 就是叫 杏桃和人油 所以你會覺得 欸洗完感覺是很柔嫩不會乾澀 然後還有這種很光澤的感覺 讓你可以邊洗邊保養 然後像我平常一週 就是每天洗這個嘛 一週女生就是會有一到兩次的那種 比較大清潔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個磨砂膏 很軟很細很細很細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塗在手上 它的顆粒是那種很細緻的 等一下你可以摸摸看 雖然看不到 但是你在戳的時候 是會感覺到 欸有一點點那種很細很細的 顆粒質地 它會有這種去角質的作用 但是又不會痛 平常會洗在一些關節塗啊 手肘啊 或是那種後腳跟膝蓋 比較比較需要保養的地方 然後就稍微這樣 把它戳掉 我現在應該嫩到爆爆 對 我現在在這裡 皮膚就像Baby一樣 因為它很細緻 所以它在戳的時候 你也不會有這種 戳完不會有這種紅紅 然後還要再去擦乳液保養 所以現在用這個來保養的話 其實就不會覺得很敏感 然後看一下兩邊 我把這個 那我可以推薦女生用一個部位 哪邊哪邊 這裡 喔真的喔 該B是不是 對 就是內褲很 對 就很多人就是穿女生 我們女生會比較暗沉 會比較暗沉 對 偏差一點點也沒有關係 每天都有點 就是 也比較白 喔 真的喔 比較嫩的感覺 感覺真的很嫩 這眼睛 真的耶 對 真的傻人 因為它像這樣子 感覺是變很柔嫩以外 它就是有一種透亮感 因為裡面有保養的成分 就是有 高純度的維他命B3 所以才會達到說 感覺不乾涩以外 你也感覺到會有光澤感 然後最後呢 它這裡還有兩罐 它是有不一樣味道的 這個是浪漫櫻花的 它裡面比較特別的是有一個叫 菸鹼吸胺的成分 對 這個是你那種 美容課程很常都會有的 就是幫助亮白啊 對 所以洗完 有不一樣的香味以外 邊洗澡邊保養 就是感覺另一半也會喜歡 然後自己也很療癒 所以推薦給大家 唉唷 太棒了